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片段就真的還蠻懷念的 那就是沒想到這麼感動 因為當初就覺得它是一個很生活的戲 那我覺得可能也是因為大家都住在台中感情蠻好的 所以拍起來其實我覺得蠻真實的 所以很懷念 然後我覺得會很好看 就跟他說都住在台中 所以晚上的時候應該很常去訪問 不用拍戲嗎 你以為我們去幹嘛?在特徵玩嗎? 其實我們拍的時候是2月是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所以大家在拍攝現場都非常小心防疫 而且那時候很多店都是沒有開的 然後我們去吃飯基本上都屬於包場的狀態 這次的造型是不是蠻突破疑問的制度的 對啊 因為劇本設定這個女生是很容易 應該說很喜歡展現她自己身上美好的一切給身邊的任何人 所以自己在演這個角色的時候覺得還蠻辛苦 因為她又要有線條 可是又要瘦 我覺得蠻累的 因為拍戲的過程中其實也沒有辦法一直運動 所以那時候壓力還蠻大的 那有特別維持身材在拍戲的過程中嗎? 對 就是怕自己不夠緊實 瘦好像不是那麼難的事情 最近啊 對 最近有點過於充實了 就是有兩個戲宣傳 然後另外一個戲就接近殺青的尾聲 但我想就是歲末嘛 忙完最後一波好好休息一下 其實這次有參與那個製作人的部分 是不是跟以往是演員的身份 稍微不太一樣 對 但是這次很輕鬆 因為其實我加入的時候都已經 所有的東西都已經差不多是七七八八了 然後就知道一些最後的一些安排啊 流程啊 這些的 所以這次其實還蠻是以一個演員的身份在劇組裡面 那其實三位都是媽媽嘛 那那個剛剛戲裝陶子姐也有講說 就是剛剛那句台詞 就是小孩會對媽媽造成影響 你們自己有這種感覺嗎 在現實生活中 會有影響啊 但我覺得其實不是壞的影響啦 因為這是另外一種生活的體驗 我覺得 什麼話 我前幾天剛好去跟一群就是很愛爬山的女生去爬山 然後他們就是去走那種太平洋山 其實走五個月的那種 他們就常常很多人會去山裡面想要就是找自己啊 或者是找一些有種美的 我後來在爬山的時候就跟他們說 你們只要生一個小孩 就沒時間想那麼多了 不是找到自己就沒時間想那麼多了 就每天保持你的小孩活著你可以睡覺這樣 就是自己了 你就對 就沒有更多了 會賣書會嗎 我覺得就是要更會 對 真的是沒有時間去想任何瑣碎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是更去 會很 我覺得變得很像很厲害的那種 要排好時間run down表的人 然後要怎麼樣把工作 事業 家庭全部兼具 因為畢竟覺得社會好像對於女性就是有很大的期待 我覺得這是我的心得 剛才看到片子啊 爸爸很像有吻戲對不對 要不要談一下吻戲 過程還順利嗎 換話小孩看到的話 你要怎麼跟他解釋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叫他們咔他們都不解 我都跟我兒子說他爸爸是米老鼠 因為我兒子耳朵很大 怎麼跟他解釋 我不用跟我講 我幹嘛跟他解釋我拍 而且主要是因為那天跟佑聖拍的吻戲 那天我們是在雪山還是什麼山 大雪山 然後我可能 不是我那天牙齒超級痛 就是痛到我是一下三十點多 我就去拔了一顆牙的那種 所以我那天真的是超級沒有心情 我完全沒有辦法享受任何一個 然後又很冷 然後加上 對我很少會拍戲拍到牙齒痛 我不知道那天為什麼 牙齒很痛 我覺得 那又是感覺怎麼樣 蛤 他超好牙齒 對我知道啊 我就只能趕快遞一些濃度的飲料給他 稍微陣痛一下 對也可以取暖 那時候在 差不多 差不多 你就當我是野人是嗎 我是度假村的小開 沒有啦 沒有啦 一起洗澡 一起洗澡 那就是哲希跟欣如也有就是CP感的感覺 那當時就是第一次合作欣如姐的時候感覺就是一樣 都知道要演一個CP的感覺 就覺得很不可思議啊 就是 等一下我好像再講下去會講錯話 就是 畢竟欣如姐是女神嘛 然後很難想像要一起演戲 然後還是演情侶 對 就是這件事情 花了蠻 蠻長的時間給自己心理建設 建設 要建設 嗯就是 要愛上欣如姐很容易 但是就是會覺得 哇很不可思議 就每天要告訴自己 哇現在我在這邊 我在這邊 對 要不要解釋你剛剛提到 夢裡那件事是怎麼樣的細節 夢裡 就是 就是 呃 就是 男生會 會有很欣賞的女性的形象 然後欣如姐剛好就是這種形象 對啊 所以跟欣如姐合作等於是美夢成真 對對對 美夢成真 那欣如姐也幫我分享一下跟哲希合作的感覺 很開心啊 對啊 就是 年輕人帶來一些新鮮的活力 因為這些都是有經驗的老人了 我們都是吃辣蒜喝高粱的 我們都是吃辣蒜喝高粱的 對 年輕人也不喝酒 然後 嗯 也好像 不太怎麼 好意思跟我們聊天這樣 都我們一直找她講話 嗯 滿可愛的 那這些你有沒有發現跟姐姐合作之後 發現姐姐不一樣的地方 跟原本的想像嗎 其實欣如姐蠻幽默的 就是我本來以為會蠻嚴的 你是不是都一直偷講笑話給她聽 我們怎麼說每天都會講話 我覺得蠻幽默的 可是你覺得她很好笑是不是 蠻好笑 還是我講什麼就是好像也對 對對對 有愛啦 有愛 對 你們拍戲的時候 誰是負責最要是大家開心的那個 開心活動 我們 誰嗎 大家都還蠻開心的 因為我們現場還蠻會打鬧的 嗯 就當然不喊卡 我們就會一直一直亂聊下去 那樣子 剛剛有問到 其實哲熙在劇組裡面 是蠻容易被欺負的嗎 還是 沒有啦 因為她年資最淺 她年資啊 跟一個小朋友一樣 對對對 跟年女兒 年年女兒的那個 幾年 五年嗎 四年 四年 四年多而已 當然要欺負她 其實還好 真的還好 可是有一次我們真的提早把麥拔下來 說她不准拔 因為我們 因為攝影機都離我們很遠 我們必須要讓 要有一個有流麥的 留一個聲音 讓外面人聽到我們 我們還在裡面演戲 對 那你不拔 你不能拔 老師講小提老師 老師跟女兒一起的時候 女兒剛剛有說沒有太大壓力 但是你會不會有壓力 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 覺得你表現得怎麼樣 我根本沒注意她演戲 都沒有在注意 沒注意 她跟我沒有什麼同一場的戲 沒有 連同框 而不說話的戲 好像都沒有 對 有嗎 有一場 同框 沒說話 下一代人 有下一代人的自我教育 既然在這個家庭生長的話 又如她所說的 耳濡目染 有關係的話 然後 做父母的要好心切吧 所以我也給她 有空的時候 在家裡面會排一些 以前我演過的舞台劇 像 尼爾薩門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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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年之癢啊 我就 我就找她 對那只是兩個演員的戲 所以我就在家裡幫她排排排 因為不管怎麼說一個新人 她的這個表演上的基本動作 一定要公馬賢淑 她才可以在 在未來的這許多的不同的角色裡面 演來演去嘛 所以基本動作 一定要在家裡面先練一練 沒辦法她不是練 不是練戲劇戲的 又突然間告訴我想演戲 所以我只能給她來一個 家庭補習吧 家庭作業 私塾 這個家庭補習老師嚴格嗎 要不要說一下 家庭什麼 這個老師自己很容易分心 但是從她分心的時候 講各種表演的事情 還是可以從中學到很多 那重點是就是現在 我可能也需要就是更多的實戰經驗 所以我爸在這一部分也比較 就是有另外一種的帶領 所以我剛剛才說 常常問他一些現場的問題說 那拍戲的時候會有這種狀況 我怎麼去應對 或者是 我這樣做選擇好不好 那樣子選擇好不好 那戲劇本身的話 可能就是在家裡生活中 聊天 聊到的還比較多 比較沒有特別去請教 但是如果有問題 會真的卡的話 就還是會穩 對 好 最後幫我們推薦一下 這個 他們怎樣 他剛剛已經登出了 創業這些鳥事 其實是一部很熱血很勵志的戲 我相信現在這個時下 有很多年輕人都想要創業 那你會在戲裡面看到 我們遇到很多的挫折 可能都跟你生活中息息相關 那這些作者跟這些消磨 是不是能夠讓你繼續持續 能夠完成那個夢想 你看了這個戲之後 你就會有所共鳴 希望大家都可以逐步地完成自己的夢想 敬請期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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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